梁榮奇以聯合國兒和基金會大使身份出席滑滑比賽活動 已經擔任大使16年的Gigi 今年就帶女兒一起參加 她還說計劃之後要帶女兒一起去山區探訪 最少讓她去看山區家庭的一些很貧乏的事 例如不是開水就有水或者有熱水 不是按個劑就有電 不是一定有書讀 學校不一定是舒服 不一定有新鞋身衣穿 這些其實我希望帶她兩年之後去體驗一下 除了平時就教女女要把東西捐給有需要的小朋友 連生日都是以捐款代替禮物 女女居然沒有扭計要禮物 沒有 其實看父母給她們一個概念 如果給她們一個概念 她們覺得生日只是收禮物 她每年會想要多些禮物 但其實她從小到大 她生日其實都沒有什麼禮物 沒有什麼禮物送給她 沒有特別的 這個生日禮物 其實沒有 只不過是她印象中生日就是一家人吃一頓飯 所以她其實沒有問禮物 大過了我不敢保證 大過了可能就不同了 Gigi之前就說想追過小妹妹 不知現在又進行成怎樣呢 這個從來都沒有急過 所以大家都不用心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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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